你經歷過,你就會很記得 幾年前,在日本發生的 當時是跟朋友去旅行的 幾年前說過自己的男朋友 住在一間類似民宿的地方 你當民宿吧 那間屋很奇怪 你進去後也會感覺到特別靜 進去後也會感覺到耳鳴 我覺得很奇怪 到晚上睡覺的時候,我們睡在榻榻米 睡到大概… 我不太確定,大尾天光 那我就感覺到什麼呢 因為在我們身邊 一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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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地走 就是搭… 我們睡榻榻米的,很全聲的 那時候我怕得震 第一次怕得震 我連被子都不敢拿下來 那時候我第一次感覺到自己受心出汗 然後心跳加速 然後我醒得震得不敢說話 然後我直接… 拔也不敢拔旁邊的人 然後… 第二天早上醒了 真的天亮了 我才開始感覺到他慢慢消失的聲音 他是保持住在這裡 他保持住在這裡 他保持住在這裡 我保持著不能睡 那時候才會死 然後我就想… 我還是撞鬼 就是這樣 要不要這樣 真的不用這樣 我還是不怕 是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